有種有趣有量這就是我們的邏輯思維 感謝各位來到邏輯思維捧場 今天我們和大家討論的話題是抗日戰爭 你覺得很奇怪吧 2015年雖然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 但是中國媒體討論這個話題的高潮是出現在大閱兵前後 現在時過境遷了 我們怎麼又要討論抗日戰爭呢 這不是起個大早趕個晚急嗎 其實你看啊 過去一年間我們的主流媒體和民間輿論討論抗日戰爭 通常是從兩個角度出發的 第一就是民族自豪感 因為70年前中國人贏的實在是太不容易了 中華民族是從血魄當中佔起身形 我們是用獅山血海的代價贏得了一場慘勝 為全世界做出了那麼大的貢獻 真是不容易 第二 就是能不能還原更多的事實真相呢 比如說當年的正面戰場 敵後戰場 國民黨軍隊 共產黨軍隊 誰做出了什麼樣的貢獻 有沒有一些細節 要進一步向公眾披露 這也是一個角度 但是這兩個角度 本質上都是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 來看待70年前的那場戰爭 我們搞明白了我們是怎麼勝的 其實還有一個角度啊 就是日本人是怎麼敗的呢 所以我們其實還可以繞到日本人身後 不是站在他的立場上啊 而是以他的所思所想為著眼點 重新梳理70年前那場戰爭的總邏輯 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啊 日本人頭上其實有一句話 這是一個學者講的啊 就是日本人是通過一次又一次的戰術勝利 以便讓自己掉入了一個巨大的戰略陷阱 哎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角度 因為對於今天的中國人來說 無論是思考國家的戰略 還是一個普通商業上的一個創業者 思考自己的戰略選擇 日本人當年是怎麼敗的 都是有巨大的啟發意義的 我們再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啊 有人給了我們這樣的一個圖景 說西邊一個希特勒 東邊一個日本 他們都想吞併全球 有人甚至都畫出了戰略路線圖啊 說希特勒從西往東打 先吞併歐洲 然後幹掉埃及 然後進軍中東 而日本人呢 先把中國吞併 然後幹掉整個東南亞 然後幹掉印度 跟希特勒在中亞會師 然後包圍蘇聯 幹掉蘇聯 然後再去跟南美的國家合作 把美國打掉 然後這兩個國家平分地球 也不能說那個時代沒有一些旺人 這麼想過 但是這不符合歷史的真實進程啊 這哪是地球人打仗呢 這分明是外星人打仗嘛 一來就要滅掉整個人類 在真實的歷史過程當中是什麼 就是希特勒這種旺人 他一定是想搶別人東西 但是搶到之後呢 他其實是想鞏固戰果 他最後之所以被陷入了一個巨大的戰略陷阱 是因為他鞏固戰果的過程出了問題 我們簡單給大家梳理一下希特勒的啊 他當年剛開始吞併奧地利 西方人不管 再搞一捷克斯洛法克 又不管是吧 那就再搞波蘭 我們看那個第三帝國新王那本書裡面 希特勒每次都講 哎呀這是我在歐洲的最後的領土要求了 就再也沒有了 最後英國人也不信他了 那希特勒的頂點是什麼 就是把法國一拳打敗在地上 騎在身上 叫聲爺爺 叫聲爺爺放了你 法國人就叫了呀 爺爺然後投降 然後還成立了一個維西政府 就是偽政府嘛 但是希特勒萬美想到 對面海峽有一個胖子 叫丘吉爾 死活就是不降 英國人就是不投降 甚至英國已經到了什麼程度 每四個小時有一艘商船 被德國的潛艇給炸掉 英國本土最後留下的糧食存量 只夠支撐一個星期 但是英國人就是不投降 邱吉爾有一句著名的話嘛 叫never never never give up 永遠永遠永遠不投降 甚至還有一個傳聞啊 當時英國的皇室曾經事態 說要不投降算了 不就把法國人打敗在地嗎 不給希特勒搞了 邱吉爾講 如果你們皇室投降 我就去加拿大 組織流亡政府 從此宣布皇室為偽政府 是英國人民的敵人 這事是不是真的 我不知道啊 看到過一個材料 反正英國人一不投降 希特勒就抓狂了 他老覺得媽的 我搶的東西 你們都承認這是我的好不好 你們都不承認這咋辦呢 這東西我用著也不安心呢 所以希特勒當時就琢磨 說是不是英國人背後 還有其他勢力在支撐呢 他一邊在揍英國人 一邊就在想 誰在給英國撐藥 一看東邊還有一個蘇聯 所以他就放棄了進攻英國本土的海獅計劃 啟動了一個巴巴羅沙計劃 去進攻蘇聯 你最後不是倒霉催的嗎 那個大胖子是你惹得起的嗎 所以希特勒最後被一拳幹倒在地上 這是他的戰略陷阱 其實你理解了希特勒整個過程是怎麼拜的 日本人的邏輯其實也類似 但是比希特勒要蠢得多 為什麼這麼講啊 因為日本人完全可以不陷入這樣的戰略陷阱 大家看看整個歐亞大陸的地圖 你攤開有兩個國家的戰略形勢是非常相似的 一個就是英國 他孤懸在歐洲的海外 是一個島國對吧 他可以利用自己的影響力 來控制歐洲大陸上的勢力均衡 你看在亞洲 日本人的那個戰略形勢是不是也類似啊 他也是一個島國 其實他完全可以學英國 一度日本人和英國人關係很好啊 結成了英日同盟嘛 他應該挑撥並扶持中國人去對抗北邊的俄國 在亞洲大陸上搞勢力均衡 然後利用自己島國獨特的地緣條件去發展海軍嘛 就是學英國人那一套嘛 最後建立一個影響力遍及全球的海洋貿易帝國 這是最符合日本人戰略利益的一條國家崛起路徑啊 但是日本人實在是個爆發戶 你想 他從明治維新一直到二戰結束還不到一百年 所以他想不到那麼多 在戰略的功底上 他跟那個縱橫世界已經幾百年的老牌帝國主義者英國是沒法比的呀 他天天就琢磨 英國人之所以牛是有一個印度啊 你看印度地盤又大人口又多資源又豐富 我的印度在哪呢 那這個時候日本人在睜眼看世界 哪還有陽光下的空白地盤呢 你看東南亞已經是西方殖民者統治了 所以他只能欺負身邊的幾個窮哥們 比如說欺負中國人 甲午戰爭他把中國的台灣給割讓了 把朝鮮也給吞併了 然後1905年通過日俄戰爭 在中國的東北又站住了腳 所以日本人這個時候他心裡想的可就越來越明確了啊 我的印度就是中國的滿洲東北 當時日本人有一個文件 現在是真是假 歷史學界還有爭論啊 但裡面有一句話 是完整的說出了日本人那個心思啊 那句話叫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猛 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 哎呀聽著是大氣磅礡呀 很有遠見呀 但是這句話蠢到地了 為什麼 因為你放棄了一個海洋國家的優勢戰略地位 把自己硬生生變了種 變成了一個大陸國家 他盯上中國的滿洲啊 實際上淪入了兩個戰略困境 第一個戰略困境 就是他突然變成大陸國家之後 變成了跟德國一樣 開始左右為難 你看德國近代化以來 他的戰略困境就是要兩線作戰嗎 為什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施力分計劃 就是先要把法國揍趴下 然後掉過頭去打俄國 如果法國揍不趴下 他這一張就得輸 第一次世界大戰 德國人就是這麼輸的 日本人一旦把滿洲變成了自己的地盤 他也陷入了兩線作戰的困境 北邊一個蘇聯 南邊一個中國 請問你先對付誰呢 那日本人心裡當然是知道的了 蘇聯國力更強 是一個更難對付的敵人 值得他打起全部精神 集中所有國力去對抗 那於是他心裡就生起一個念頭 這個念頭可就折磨了日本人幾十年啊 那就是要趕緊迅速馬上的把中國人搞定 以便調轉身去對付蘇聯 請注意我剛才這句話裡面 最重要的是那幾個副詞哦 要趕緊迅速馬上 有戰爭常識的人都知道 一支軍隊 如果你進入了這樣的處境 叫以利速戰速決 對不起 你在戰略上已經處於下風 因為你這邊 叫心急吃不了熱豆腐 而對方呢 叫勢緩則緣 只要對方跟你拖時間 你就完蛋嗎 你面對的不僅是一個具體的敵人 還有一個高深莫測的敵人 叫時間啊 當時日本人就是這副德性 而且還有一點啊 你得想日本人的出身是啥 街頭打架的小流氓啊 看見你們家有好東西 拿過來 不給打架 一直把對方打倒在地 說這東西是我的了嗎 對方說是你的拿走吧 於是他抱回家 他起家的幾場戰鬥全是這個模式 家務戰爭是吧 一拳把李鴻章的懷軍打倒在地上 北洋艦隊消滅 然後指著慈禧的鼻子問 服不服 慈禧說服 前馬關條約 從此這個東西都是我的了 然後1905年打俄國人也是這樣 但是俄國人最後咬定了 就是不賠款啊 在普斯茅斯條約 最後也是承諾啊 所有中國滿洲的利益 全部讓給日本人 承認日本人在朝鮮的權益等等 也是啊一拳把俄國人打倒在地下 承認不承認 俄國人說承認 那好簽字 可是日本人萬沒想到 世界上還有另外一種敵人 就是啊你打我一拳 打吧我打不過你 但是你說讓我承認這個東西是你的 我偏不承認 日本人從來沒見過這個 一個街頭小流氓 遇到一個打不死的小牆 這就是中國人 我們來簡單看一下 日本人這幾年遭的那個罪啊 雖然表面上 他每次都在贏 首先 他覺得 我就是一個風險投資者 我是一個天使人 投資人 那誰值得我投資呢 創業者 在東北那麼多土匪裡面挑來挑去 挑出個張作霖 雖然張作霖他也不是很滿意 但是怎麼辦啊 市場風口裡的豬嘛 這隻豬不是很滿意 就是他吧 投資張作霖 可萬沒想到 張作霖這隻豬 一旦進了風口之後 他不認張 啊 這裡面故事我們就不細講了 張作霖經常跟日本人打交道就是這樣 哦 你要這個是吧 啊 以悅 我是軍人啊 跟地方官去談這個事兒 老拖著不給日本人辦 日本人 你想 那對滿洲 那是懷著多麼大的熱愛啊 屌絲 好不容易追一個女神 我來了 我是不打算走的 你看日本人已經建立一個計劃 1936年的時候建立的啊 是20年內 要往滿洲去移民多少 一百萬戶 五百萬人 說白了 那是要當家來經營的啊 現在 老弄個張作霖 在這碍眼 對吧 他心裡特別不舒服 怎麼辦 黃孤臀 炸掉 把張作霖給弄死了 然後大家都知道 後面的幾個事兒啊 1931年 918 把張作霖的兒子 張學良 趕進官內 啊 那滿洲就是我的了 然後在什麼 三二年的一二八抗戰 又打了一下國民政府 這個階段 日本人所有的念頭 都集中在一件事兒上 就是哎 你中國人已經被我撵出去了 這個東西 這個地盤已經歸我了 哎 你他媽承認了好不好 中國人就是不承認 這可讓日本人可著了急了 那個階段簽了大量的協定 跟國民政府之間 有大量的折衷和討論啊 其中核心日本人就是三條件 第一承認為滿洲國 第二啊 叫華北自治 說白了 要在滿洲國和中華民國之間 搞出一個戰略緩衝地帶嘛 那第三點呢 就是共同防共 此處指的共可不是延安的中國共產黨啊 因為那時候我黨長征剛剛結束嘛 還沒有什麼力量 此處的共指的就是蘇聯 就是在對付蘇聯的問題上 你中華民國政府要跟我日本人保持立場一致 那蔣介石就是不幹呢 尤其是承認為滿洲國獨立這件事 那是門都沒有 而日本人這個時候感覺到也大事不好 時間在成為他的敵人啊 首先 中國民間的那個反日抗日的情緒 一點一點在積聚 另外 國民政府這時候也不是在閒著 搞大量的軍事和經濟的基礎建設 包括訓練大量的德式軍隊 在這段時間裡面 蔣介石跟希特勒關係搞得挺好啊 從德國引進了大量的裝備 包括訓練 號稱要到三八年的時候 要訓練出六十個德蟹師 是用德國裝備裝備的師 那日本人就說 媽的時間拖得越長對我越不好 是吧 於是就搞出了個七七事變嘛 你想一個小流氓 當他把對方已經按在地下揍 對方還就是嘴硬 就他媽不服啊 那個手還在地下磨刀來 還在指揮自己家人到外面叫人呢 你說他能幹什麼 小流氓這個時候的應急反應就是 那再打兩下囉 看能不能把他打服 這就是七七事變的來歷 七七事變其實是一些底層軍官搞出來的摩擦 所以日本人到現在都不承認 什麼七七事變是正式的抗戰開始 他認為就是個事變啊 對吧 從當時來講可能也是如此啊 但是到了東京大本營 他們的高層在進行決策的時候 也面對這個兩難 當時的陸軍大臣就是所謂的陸巷 叫山山園 這個傢伙有一個外號啊 叫辯鎖匪 辯鎖就是廁所嗎 匪就是門嗎 你看這是中國的古漢語啊 那辯鎖匪啥意思呢 當時廁所門是望裡也能開 是望外也能開 所以說明這個傢伙拿不定大主意 他手下就有很多人在爭議啊 有的人比如那個石元官就說 全面陷入中國的抗戰 而還有一幫人就說 揍他揍他揍他 再揍兩下就服 那這個山山園就跑去跟天皇講 說揍他啊 那天皇就問了他一句話 說我們要是跟中國打起來了 那背後的蘇聯要揍我們 我們可怎麼辦呢 山山園這個時候就講了一句話啊 這句話後來就流傳出來 那句著名的叫三個月滅亡中國 那其實山山園說這個話 是不是有底氣呢 我覺得他是有的呀 因為你想中日兩國那個實力對比 差距實在太懸殊了 人家工業產值是我們的五倍以上 我們就拿鋼鐵吧 其他數我們都不說了啊 鋼鐵當時日本的產量 一年是五百八十萬噸 而中華民國呢四萬噸 打仗打的是什麼 就是鋼鐵嘛 一直到抗戰後期 即使是最精銳的中央軍 一個月就發二十發子彈 就這種軍隊的戰力水平 而日本人那是一個有著完備的 現代化軍事工業體系的國家 所以打你中國三個月還打不服嗎 我們一直有一個誤解 說他三個月滅亡中國 就是把中國拿下啊 我覺得他可能沒這麼想 他三個月滅亡中國什麼意思啊 讓蔣介石扶 承認為滿洲國歸我日本所有 然後就是大打出手啊 先拿下了中國的北平和天津 冰封鎖止直達山西 等日本人出現在山西的時候 國民政府的高層可就緊張了 蔣介石身邊的人 都是讀過中國歷史的 知道山西的戰略位置太重要 一旦失手 等於日本人就打開了三條 南下的通道 第一條是往西打陝西 然後拿下四川 那中國的戰略大後方就沒有了 後來的什麼重慶抗戰 就沒有了 當年的猛員打南宋 走的就是這條路 那第二條路呢 是從山西過河南拿下武漢 這等於是給中國拿了一個窩心拳啊 東西兩部分就分開了 這個時候再去打南京 就是窩中捉鳖 當年的宋太祖趙匡 南下走的就是這條路 還有第三條路 那就更不費勁了 從山西過太行山 進河北進山東 然後南下江蘇往南打嘛 這就是清代滅亡難明的這條路啊 這三條路基本上都很難擋住啊 以當時國民政府的軍事實力啊 那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中國人啊 應該感謝兩個人 兩個人都是浙江人 都是蔣介石的老鄉 第一個人呢 叫蔣白禮 蔣白禮是中國近現代 最重要的一個軍事理論家 他既留學過日本 也留學過德國啊 他後來就寫了一本書 叫國防論 這裡面有一個特別重要的結論 就一句話 叫聖也罢 敗也罢 就是不要同他講和 其實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蔣介石那個態度啊 你可以把我按在地下打 但是讓我服 門都沒有 因為我中國的戰略縱深特別大呀 其實你看這個思想 就是後來所謂持久戰的思想 那第二個浙江人呢 就是陳誠 陳誠這個人呢 號稱叫土木熙 什麼叫土木熙呢 就是他黃埔起家的時候 是兩個師的基本的人馬 一個呢是十一軍 一個呢是十八軍 你看十一加起來 是不是一個土字啊 十八加起來 是不是就是個木字啊 所以這叫土木熙 那這個陳誠這個人 非常受蔣介石的欣賞 首先老鄉嘛 然後為人呢也比較穩重啊 軍中有人送他外號 叫小委員長啊 那陳誠這個時候 就提出一個戰略 說我們能不能不北上迎敵啊 就擋住日本人南下 我們相反 是在上海跟日本人打打出手來 那你想他這裡面有兩個道理 第一從北往南打 日本人的機械化裝備 比中國人好 而中國的北方 華北平原 你想一馬平川 對吧 他們南下我們根本打不過他 但是如果把日本人調到上海 這可就把戰略方向給變化了啊 原來日本人是從北往南 現在可就是從東往西 我們即使上海守不住 一路往西退啊 這是沿著長江退啊 長江的是水網地帶 不利於機械化部隊的展開 這樣我們就具有更大的戰略優勢啊 蔣介石說 搞啊 甚至把當時已經北上抗戰的一些軍馬 撤回來撤回來 都來上海 於是就爆發了後來的813松戶會展 你算那個日子啊 1937年的7月7號盧溝橋事變 到8月13號戰場已經轉到了上海 這說明國民政府的那個戰略動作 還是很敏捷的嘛 蔣介石這個時候 為什麼願意在上海跟日本人打 還有一個原因 廣告效果好啊 你想 在華北在太行山裡打 外國人看不見 可在上海不一樣啊 大量的租借 那些老美們 老英們 老法們 站在自家的陽台上 就能看見日本人怎麼欺負的中國人 將來對中國爭取國際援助也大有好處啊 所以蔣介石心裡算的是這麼一筆帳 哎 七七事變是你偷襲我 那在上海 我能不能偷襲你一家伙呢 蔣介石想的是兩步 第一步呢 在長江口我炸沉一些船 把長江航道給它封住 這樣你日本軍艦在長江裡面的不就可以瓮中捉鳖嗎 我出手先搞一點戰果再說 然後我再把一些正規部隊化裝成地方部隊潛入上海 因為上海的日本守軍呢其實只是海軍陸戰隊 而且只有幾千個人 估計戰鬥力是不行的 我這些正規軍進去之後挖戰壕造炮樓 做好一切準備出其不意打你一下 哎不就把小日本給打殘了嗎 等你大部隊來增援的時候 我再在上海跟你決戰 打給隔壁的英國人和美國人看 這個如意算盤打的也很響 但是弱國就是弱國啊 你即使是有心算無心 你都沒有搞成 首先是出了漢奸嘛 當時國民政府行政院的那個機要秘書叫黃俊啊 就是個日本間諜 而且父子倆人都是漢奸 後來槍斃了啊 他就把蔣介石封住航道瓮中捉鳖的計劃 透露給日本人了 日本人得到這個消息昏飛魄散啊 有的軍艦還在武漢呢 多路狂奔往長江口跑 中國的空軍是追來追去 才在長江口炸沉了一艘日本軍艦 那蔣介石怎麼過得了癮呢 在陸地上打的就更窩囊 當時中國軍隊的總指揮是張志忠將軍 就是後來49年蔣介石派代表到北平來和談 然後留在北平不回去的那位啊 張志忠將軍這個窩囊到什麼程度 你想你是優勢兵力打人家弱勢兵力 而且是有心算無心 居然就沒啃下來 導致日本人及時增兵了 但是日本人增兵其實也有問題 在東京主持增兵的 是那個陸向山山員 剛才我們講的那個辯索匪啊 辯索匪這時候就特別得意啊 因為日本軍隊當中海軍和陸軍的矛盾非常深 你們海軍居然求得著我們啊 那哥就幫你一把吧 海軍說你至少派五個士團 嗯不用啊 哥先給你派兩個士團 萬一不夠用我再給你派好不好啊 於是剛開始只增兵了兩個士團 後來有學者分析啊 說如果當時山山員直接增兵五個士團的話 那結果可能就不是後來那樣 因為松戶抗戰也許就打不了三個月啊 那中國政府把上海的機器物資 南京的那些設備全部拆除 往大後放運的那個時間可能就來不及 這對中國後來的抗戰影響巨大 但是山山員就犯了這麼個錯誤嗎 逐漸增兵 她覺得打中國人根本用不著那麼多軍隊 最後怎麼樣 最後除了防守日本本土的一個士團 以及留在中國華北的幾個士團 所有的士團全部押到了上海戰場 一度達到了八個士團 那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最後的結果是日本人損失慘重啊 據保守估計至少死傷了四萬人 那日本人花了血本 蔣介石這邊花的本就更大呀 整個松戶戰役中國將士傷亡是二十萬人 跟日本人是五比一的比例 而且松戶戰爭特別講的一點 是蔣介石真的下決心 而且貼老本 你想想看 蔣介石可是打內戰出身的 這個時候他雖然是國民政府名義上的首腦 但是地方上很多軍閥還是不聽他的呀 比如山東的那個韓副局 就是不奉中央的號令 你蔣介石能拿我怎麼樣啊 蔣介石在松戶戰場上 其實面對一個非常嚴峻的考驗 就是你壓上還是不壓上嗎 如果你的敵系部隊要壓上 萬一打光了呢 將來怎麼去鎮壓地方上的軍閥 可是如果你不壓上 哎地方上的軍閥 憑什麼聽你的號令去上戰場當炮灰 你自己保存實力 大家又不傻 所以蔣介石這個時候的表現還是不錯的啊 中央軍敵系部隊黃埔系 全部壓到了上海 那壓到了什麼程度啊 不僅是像胡宗南的第一軍這種標準的中央軍 甚至是新組建的陳誠的十五集團軍 甚至是他小舅子宋子文 新組建的一支稅警部隊 就是收稅的警察部隊 因為裝備比較好嘛 也壓上去了 甚至把中央軍校的教導隊 是教學用的部隊 也全部壓上去了 當然了 當時全國都在往上海運兵 各條鐵路公路都在把部隊往上送 可是打得好艱難 好慘烈啊 你看胡宗南的第一軍 那個裝備也是最好的啊 得泄式 上去之後怎麼樣 第一天 減員百分之八十 當時有這麼一個說法 就中國裝備最好的軍隊 在松戶戰場上 最多堅持七天 這不是說上去打得不行 下來啊 是上去 一個不剩 只需要七天 其中最慘烈的 還不僅是中央軍了 還包括貴系軍閥 就是李宗仁白崇喜的那支部隊 當時貴系不得了啊 首先英勇善戰 民風彪悍嘛 另外 廣西當時是國民政府的模範省 花了好多錢去裝備這支部隊 從西方進口什麼上萬支的步槍啊 輕機槍啊 再有每一個士兵居然都配發了鋼盔 這要讓川軍看見 那要羨慕死啊 鋼盔多貴啊 哎 居然這樣的部隊拉上去六個師 一天全部打殘 因為這個戰鬥 它壓根不是什麼現場上 兩個部隊之間的戰爭 它幾乎是兩個時代軍隊之間的戰爭 人家日本人是海陸空的立體攻防 而中國軍隊呢 靠的是血氣之勇往上衝 你說能不慘烈嗎 所以後來從松戶戰場下來 白崇喜把他的貴系軍隊啊 拉到安徽去休整 後來不是打南京保衛戰嗎 蔣介石問白崇喜你的貴系要不要參戰 軍力實在太緊張 白崇喜是死活都不幹啊 說你給我貴系留點種子吧 實在是不行了 所以中國人花了二十萬人死傷的代價 拖住了日本戰車三個月時間 那你說是值還是不值呢 當然值嘛 首先你日本人的牛皮吹破了 你不是說三個月滅亡中國嗎 現在剛剛拿下一個上海 那第二呢就是中國人的士氣給打出來了 原來很多知識分子像胡適這樣的人 反覆勸告蔣介石啊不能跟日本人輕易打 一打沒準就是亡國滅種啊 哎現在看挺好 我們的兒郎我們的軍隊可以放手一搏 所以松戶抗戰之後 胡適這樣的人對抗戰的態度 來了個180度的大轉 從此站到了蔣介石這一邊 那第三呢就是我們成功的把日本人的戰略方向 由從北向南改成了從東向西 我們在戰略上又積累了一點優勢 聽到這兒你可能會反問啊 說日本人有那麼傻嗎 讓你中國人牽著鼻子走 你讓我打上海我就跑來打上海啊 我怎麼那麼乖呢 你還真就別說 日本人在戰略上從來就是他的弱項啊 那第二點呢就是日本人也有一個心魔啊 那就是我們前面講的他的真正的戰略著眼點 是保住東北滿洲嘛 他是逼蔣介石承認為滿洲國獨立 所以啊他也會算賬 在我沒有準備好全面滅亡中國的時候 我什麼又繞四川呀 又打武漢 我費勁不費勁呢 現在有一個機會 直接把你中國的經濟中心上海拿下 如果你還不服 我再往前走幾百公里就可以拿下你的首都 我就不信你蔣介石不投降 只要你投降一千字一畫呀 OK 滿洲我就可以抱在懷裡慢慢消化 這就是一個小流氓的心態啊 他就萬美想到上海打下來之後 問蔣介石服咩 蔣介石說不服接著打 日本人這首可就真為難了 除了大家現在看到的邏輯思維視頻 我們還有一個微信公眾號 在那我是一個著名的每天堅持60秒的胖子 每天我們還會分享給你一篇好文以及好玩的活動 在那已經有五百萬小伙伴一起愛智求真了 那微信中您搜索邏輯思維公眾號 沒有走針兒的那個姓羅的羅 每天早上六點半我在那等你 剛才我們講到公元1937年的11月份 日本人花了三個月的時間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終於拿下了上海 松戶戰役就結束了 那現在這個球可就到了日本人腳下 請問你下一步該幹什麼呢 你要是等蔣介石投降 蔣介石正忙著逃跑呢 現在沒空跟你談這事兒 那東京大本營其實就很為難 但是有些人腦子是清楚的 知道日本軍隊是不能在中國繼續泥足深陷 你這一腳進去不容易拔得出來的 所以甚至軍部還給前線的部隊下了一道命令 畫了一道線 你現在看那個地圖 就是在蘇州和嘉興之間畫了一道線 前線部隊不允許越過這道線向西 要想掃蕩殘敵 只能在這道線移動 甚至大本營還提出過一個規劃 說如果蔣介石再不屈服啊 繼續打壓的怎麼打 繞到南邊打廣州 我把你中國所有的重要的經濟中心和出海口都捏在手裡 我看你還不投降 這是一套規劃 但是日本這個國家 它跟別的還不一樣 軍國主義嘛 它的軍隊啊 其他國家的那個軍隊 你說刺一點啊 頂多是什麼軍紀散漫啊 戰鬥力不強啊 日本軍隊有一條經常抗上 就是底層的軍官往往自作主張 去你媽的什麼線之力 帶著兵就衝過了這條線 那到了七月中旬的時候呢 一看要帶衝過去還不錯 也維艱了國民政府的幾支軍隊 那天皇說就這麼地吧 就點個頭棒 反正從上海到南京 按現在高鐵來說 也不到兩個小時 就一腳油門的事兒嘛 那就踩一腳啊 那就踩一腳吧 於是就在十二月份爆發了南京保衛戰 那後來發生的那個悲慘的故事 我們都知道了啊 三十萬同胞死在日本的屠刀之下 但是我們今天講的不是這個重點 我們站在日本人這邊看 其實它是越來越為難啊 你看在南京線路的前後 其實日本人做了大量的工作 就是得談呢 這事兒我目的是讓你屈服 對吧 承認為滿洲國是我的 你怎麼老跑這不行 跑又追不上來怎麼辦呢 拖一個老娘舊 誰呢 德國人 前面我們講 希特勒跟蔣介石關係也挺好的 當然希特勒為了啥 希特勒是為了中國的很多戰略物資 比如說中國國土上的很多污礦啊等等 都是希特勒備戰的重要資料啊 所以他跟蔣介石一度打得火熱 哎那正好我們又都是軸心國 那就委託希特勒出來來傳個話吧 希特勒這時候也在琢磨歐洲的事兒 沒空管中國啊 所以確實只負責了傳話 那日本人要傳過什麼話呢 他提了幾個條件 第一還是那個萬年不變的老條件 承認為滿洲國獨立啊 這你們別要了 這是我的 然後呢 繼續老條件 華北自治 這是給割出一個戰略緩衝區嘛 然後他覺得我這一仗打勝了 我總得多要點吧 要不不白死四萬人啊 於是又增加了什麼 內蒙自治 其實日本人拿下山西之後 內蒙其實已經落到他們手裡了 然後上海自治啊 後來南京打下來之後 說首都都沒有了嘛 那再提一個條件 整個華東都要自治 其實在日本人看來 這個條件太講道理了 你想我死了那麼多人 花了那麼大代價 我的要求無非是回到了幾年前的那個要求 對吧 我沒有更多的侵奪你的主權啊 民意上雖然有那麼多自治 還是奉你蔣介石為中央政府啊 所以日本人覺得自己很想道理 那蔣介石這邊什麼態度呢 根本就不搭理他啊 什麼德國人傳話沒聽見 日本人這時候就暴露出大和民族的一個特點 特別認真 不僅提了條件 而且還提了最後通牒截止時間 到什麼時候呢 1938年的1月15號 大家想 南京陷落是12月13號的事情 到1月15號 這可是整整一個月時間 日本人就戳著道在那等著 啊 來談啊 我們入洞房啊 可是快到了1月15號 只剩4天了 有點慌了 那這新娘子都已經脫光了 上床了 新郎沒來 蔣介石壓根就不搭理他 於是這個時候就開了一個天皇的御前會議 那天啊 當時的日本首相近衛文魔還生病了 天皇等不及了 生病生病吧 剩下人來開會啊 整個御前會議呢 大家都沒招 啊 因為這個局面已經是一個燙手山芋拿在手裡 最後有一個人就發表各自的演說 說啊 這個天皇秘亞 你不要著急 蔣介石他媽這回要是趕不來 不答應我們 我們就給他來一決的 就是我們永遠不以他為談判對象 就我不搭理他了 咱倆絕交 但是又不宣布兩國的在外交上絕交 又不是宣戰啊 我就是不以你為談判對象 那天皇人聽著聽見恨啊 反正還有四天 咱們再等等 那到了正日子啊 就是本來英國拜堂的時候啊 1938年的1月15號 上午9點 日本大本營召開晉級會議 蔣介石這新郎是真不來了啊 不來怎麼辦呢 那當時的陸軍的總參謀長叫宰仁親王 這是一個皇室的人啊 這親王講話就特別搞笑 說這是不是德國人不負責任啊 這話沒傳到啊 啊 我們提那麼多要求 是不是國民政府沒聽明白啊 那這個現場上呢 主要是兩派 一派呢 是文官啊 文官反而這時候特別激進 這是以當時日本的外相 廣田弘毅為代表 廣田弘毅說 四天前不是在天皇陛下前面 已經講過了嗎 如果15號他不來 我們從此之後不再打理他 我們日本大日本帝國 不再以中華民國的蔣介石政府 為談判對象 我作為外相 你們還不相信我嗎 我就這判斷啊 他這時候沒有談判的誠意 而另外一個人呢 就是陸軍參謀部的次長 這個人叫多田俊 他其實腦子是比較清楚的啊 說你們這幫人你想想看 你們原來說要打上海 打什麼盧溝橋啊 發動七七事變 是為了陰懲中國 就懲罰中國人 不是說好像一拳打著 蔣介石就服嗎 可是你們有沒有想到 蔣介石如果不服呢 如果他就是不服 你說我們咋辦 那這一天啊 那個禁衛文魔首相 他兵好了 他參加會議 一言不發啊 一直到會議的最後 他說 既然這個廣田弘毅外相 喊得這麼激烈啊 我們就聽他的吧 於是就在第二天 就是公元1938年的1月16號 啊1月15號的第二天 拜堂澄清失敗的第二天 發表了所謂的禁衛聲明 禁衛文魔前後發表過三次聲明啊 這是第一次 這話說的就特別絕 第一 叫無論任何情況下 大日本帝國 再也不以蔣介石政府 為談判對象 我從此不搭理你了 那第二條呢 堅決拒絕任何調停 你聽這個 哪是一個現代化政府 該講的話呢 這簡直就是一個回娘家 跟丈夫鬧的一小媳婦嘛 對吧 就無論發生什麼情況 我絕對不會回去的 誰過來勸 我他媽就罵誰祖宗八代 他就是這句話 您知道吧 所以你看後來發生了什麼 轉過年去到了1939年 禁衛文魔首相 又前後發表了兩次聲明 這就是所謂的禁衛第二次和第三次聲明 第三次聲明是在1939年底 11月份發表的啊 這就正式提出來所謂的禁衛三原則 這在歷史上很有名的一個詞啊 那個話呀是越說越軟 那什麼叫禁衛三原則呢 就是友好親善 共同防供 經濟提協 你如果把中間共同防供那個詞拿掉啊 友好親善 經濟合作 這簡直就是今天中日兩國政府達成的那個協議 對吧 禁衛文魔這個時候已經把肠子都毀清了 什麼不以蔣介石為談判對象 所以他此時伸出了一隻黏糊糊 濕大大又羞燒不堪的手 想向蔣介石神過去嗎 蔣介石還是不打理他嘛 當然這個過程當中 日本人和蔣介石不是沒有接觸啊 當時還有什麼同工作呀等等 但是蔣介石確實從總體上來講 他仍然咬緊牙關在抗戰 沒有投降啊 所以禁衛文魔政府到這個時候已經山窮水盡 日本的輿論也在指責他呀 你憑什麼發表那個腦殘的禁衛第一次聲明呢 不以人家為談判對象呢 禁衛還解釋啊 那天不是我啊 是廣田弘義 話都是他說的 一個首相當到這個份上還當什麼勁呢 所以緊接著他就辭職了 可是你把大日本帝國可就撂這兒了啊 怎麼辦呢 所以從這個階段 從日本的東京來看 他的政策已經進退失距 比如說他居然搞出一個計劃 要從中國撤兵 你撤得了嗎 你撤一部分兵 剩下來的兵 能夠擋住中國人的攻勢嗎 所以已經齊虎難下 你不得不接著往前幹了 那這個時候 我們再把視角切回到蔣介石這一邊啊 那上海丟了 首都南京也丟了 那下面該怎麼辦呢 當然是防守武漢啊 沿著長江嘛 從東往西撤 那這個時候 國民政府如果我們不去看總結果 僅僅從戰場上的細節看 我們發現戰略的轉機 其實已經開始出現了 你比如說到1938年的3月份和4月份 就打了一個漂亮的台兒莊大劫啊 那緊接著到6月份 雖然發生了一個悲劇 這就是花園口被炸掉 花園口被炸掉 對當地的老百姓來講 當然是一件慘絕人寰的事情啊 但是如果僅僅從軍事戰略上來 那是一次很大的成功啊 你還別覺得花園口好炸啊 黃河這個玩意他經常氾濫 但是你真要炸他還不容易 最開始跟一些黃河水利專家選的那個點 是在中牧縣 今天河南中牧縣的兆口 但是居然用炸彈都沒炸開 你看黃河那個堤壩很結實 不得已才跑到花園口掘開 那掘開的結果 當然老百姓倒了沒了 但是日本人也倒了沒了 黃河一衝而下 從此整個中原大地是一片澤國 最後甚至是把一支日本軍隊攔在了黃河南岸 最後被中國軍隊全奸 當然這個小戰果並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形成了一個戰略態勢 日本人徹底斷送了從北往南打的這條路 所以後來的武漢會戰就變得比較好打了 只需要注意從東向西這一個戰略方向 其實武漢會戰特別值得重視啊 因為雖然武漢後來還是丟了 但是中國軍隊的打法不一樣了 不再像剛開始那麼死心眼了 你看無論是平津還是後來的上海南京 都是巨城死守啊 就要跟優勢的日本部隊爭一城一池之勢 但是武漢會戰就不一樣 它是節節敗退 雖然敗字不好聽啊 但是它成功的阻結了日本軍隊四個月時間 也讓它是拋尸無數 整個武漢會戰的戰場所及 包括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 最後武漢有人說啊 叫武漢保衛戰 其實這個話不確切 為什麼?因為武漢沒有保衛嘛 最後是一座空城 該遷移走的物資啊 人員全部都搬走了 城門四開交給你日本人了 那最後呢還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 蔣介石為了為全民表率嘛 啊我最後走啊 很多人還以為他要留在武漢過生日啊 那當時呢是10月23號啊 蔣介石覺得差不多了 都遮光了 我該走了 他這時候已經沒有專機了 他要搭民航航班走 但是發現民航航班突然飛走了 那就是剩他一老頭子在武漢 哎呀好著急 最後搞到了一架飛機 可上了飛機之後他就傻眼了 為什麼?這個飛機的駕駛員啊 剛學完本還幾乎沒上過天 然後那個導航員呢也是個菜鳥 飛機上天之後就已經迷路了啊 這飛哪去了 很快又發現這飛機沒怎麼加滿油 所以不得了 又得回武漢加油 可是你知道 蔣介石是貼著最後時間走的 這已經是24號 24號當時估算 日本兵就該進城了啊 在武漢機場降落的時候 整個機場已經埋上炸彈 準備馬上爆破就毀掉嘛 機場的整個照明設施已經沒有了 撤掉了 飛機是在一片混暗當中緩緩降落 後來搞上油再起飛的時候 距離日本兵進城 已經只剩了幾個小時 那武漢會戰打完 整個中國的抗戰就進入了第二階段 叫戰略相持 什麼叫戰略相持 過去我們中國人總以為 我們慘啊 我們被日本人拿掉了東南半壁 就整個中國最富裕的東半邊的疆土啊 好像我們已經被壓縮了 但是你站在日本人那邊想一想的 這顆燙手山芋 他抱在手裡 是扔又扔不得 吃又吃不下 他心裡是啥滋味呢 說到這兒肯定有人會反駁 說羅帕你說的不對 日本帝國主義就是要滅亡中國啊 我有很多證據 確實 日本人有人這麼想 但是我們得知道 現代政治當中有一個概念 叫統治成本 當然了如果中國人民都像小綿羊一樣 你日本泰軍來了說啥是啥 我們接著交黃糧國稅 那日本人當然要吞滅中國 因為統治成本很低嘛 可是你不要算錯賬啊 這已經是現代社會了 這跟幾十年前都完全不一樣 你看幾十年前日本人奏慈禧的時候 那個對手是他最喜歡的 慈禧又弱打不過人家 打完之後呢 又願意給錢 給完錢之後呢 還願意簽合同 承認這個錢一百年不帶藥 拉鉤又上吊 再然後呢 還願意聽你日本人話 接著跟你搞好關係 哪有這麼好的對手 可是慈禧是什麼 慈禧是君主 她覺得整個國家就是我愛心覺羅家的私產 我想怎麼處置 老太太我說了算 所以你看 過去經常有那種滅國戰 它都是建立在國家 是某些君主和國王的私產的基礎上 你像在歐洲中世紀 那個時候也沒有主權國家 那些君主說打一仗輸了 算是這片地割給你了 因為這叫賠款嘛 這只是土地是財產的概念 但是 隨著現代主權國家的建立 人民的意識形態的共識 我們以前節目多次講過 什麼叫現代的國家 什麼叫民族國家 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 它已經不是任何人的私產了 蔣介石你又怎麼樣 他敢向日本人投降嗎 所以我們在歷史上 不是替蔣介石說話啊 蔣介石在中間如果投降 他根本就不具備統治下去的合法性 所以無論從理性上和感性上 蔣介石也只有邀緊牙關堅持下去 這個時候我們再反過頭來看日本人 他雖然觸心幾率要佔中國人的便宜 但是有個成本問題啊 他花十塊錢打仗 如果只能在中國搜刮一塊錢的資源 那太軍又不缺心眼 這種賠本買賣他怎麼會做呢 你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英帝國為什麼從全世界的殖民地 都你們獨立吧 我走了 為啥成本不划算吧 因為當地的民族共識開始形成 你一個外族人的統治 再也不具備合法性了 所以日本太軍進了1939年之後 那真叫是一口熱稀飯含在嘴裡 是吐又吐不掉 而對面呢 那個蔣介石 無論從邏輯上還是在現實上 都不可能向你投降 那請問日本人怎麼辦呢 那抗戰後幾年的事兒啊 雖然互有勝負 甚至日本人還佔了中國大量的土地 那又怎樣 那又怎樣 你現在吃成了一個大胖子是吧 嘿嘿 誰難受誰知道 我們邏輯思維節目自己推出的第四本書 叫迷茫時代的明白人已經上市 在當當京東亞馬遜三大網店上有售 感謝大家捧場 您現在收看的是邏輯思維的視頻節目 如果想聽音頻的可以到手機上下載一個應用 叫喜馬拉雅 那裡是我們節目音頻的首發平台 好我們回到1939年之後的抗日戰爭的戰場 日本人到此時已經是強弩之末 民窮才盡了 我們現在看到的資料啊 1939年的6月份 日本人已經開始把學校教學用的步槍都收回來 要投放到中國戰場 開戰之前他有那麼大的外匯儲備 據說還有幾百噸的黃金儲備 全花光了 幹什麼去了 買美國人的鋼鐵石油槍炮 投放到中國戰場 已經難以為繼 那這個時候我們要澄清一個誤解啊 近些年來啊 中國的民間輿論 往往偏向於這也是矯枉過正嘛 覺得國民黨領導的正面抗戰那個戰場 才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這話說的也沒有錯 但是你千萬不要低估 中共領導的敵後戰場 那個土八路的抗日游擊隊的力量 那才真正暴露了日本人泥族深陷於中國的戰略困境 你想想看 日本人有啥啊 有一支現代化的成建制的部隊啊 他們希望打仗怎麼打 當然是海陸空立體配合 先是重炮轟 然後是機械化部隊跟上啊 可是土八路往往就幾個人 幾敢槍啊 你用這一套打他是沒有用的 所以你打這樣的敵人也必須化整為靈 說白了 你原來現代化的那個體系性的優勢 你就木有了嗎 我在看一篇資料裡邊講了一句話特別逗 說變形金剛要是這麼擱著他也得生鏽 你想想看 日本人他已經變成了就是中左以上的軍官 沒有用了 因為你必須把一個一個的中隊 放在一個一個的炮樓裡 打那種派出所級別的戰鬥啊 那時間一長 其實你的戰術水平跟外面的那些土八路有什麼區別呢 對吧 都是一個肉身 然後一杆步槍 區別漸漸的越來越小 那土八路幹什麼呢 就是經常端你的炮樓啊 撿你的糧食啊 打擊你的稅收啊 在這裡面我給大家講一個故事啊 山東的那個游擊隊 曾經有一次狡獲了日本人的一個叫步兵炮 九二式步兵炮 哎那個晚上很厲害啊 因為他基本上一發炮彈就可以端掉一個炮樓 哎呀日本人緊張的不得了 跟在後面拼命的追 哎沒追上 那土八路怎麼呢 他跑一坑把那炮埋了 其實這個炮 八路手裡只有三發炮彈 日本人可就徹底睡不著覺了 還派了漢奸跟共產黨談判 說這麼的啊 我們給你三挺輕機槍 還給你足夠的子彈 你把那炮還我們行不行 不是他說不還不還 我們就留著這炮 那為什麼只有三發炮彈 能有這麼大的威懾力呢 你想啊 鬼子的那個炮樓 八路軍要是正面進攻 沒準幾千人都拿不下來 可是現在我手裡有一門炮 你可不知道夜裡我往哪拖 給哪來一家夥 對吧 只要我三發炮彈沒有打完 整個山東境內的鬼子的炮樓 都不要睡覺了 你就等著我那兩只靴子給落下來吧 所以這個日子是沒法過的 而且還有一點啊 所有的軍隊講究的是一個士氣啊 可是你現在面對的是一幫什麼樣的敵人呢 就算你搞掃蕩 你成功了 只要他們活下來 你沒有任何戰略上勝利的意義啊 就這樣的 打掉幾個土八路 那叫軍功啊 好意思跟天皇陛下回報嘛 在我看到的那份資料裡面 還打了一個絕佳的比方 就是你鬼子 就打算你每次都贏 那又怎樣 就好比你拿了一把鐵錘去錘擊湖水 每一次你都能贏 但是你能拿這湖水能怎麼樣呢 這就是他的戰略絕境啊 那話說到了1940年的時候 情況又發生了變化 我們對對時間啊 1939年 德國人可在歐洲開打了 把英法聯軍那是揍得鼻青臉腫 哎 日本人在東亞這邊一算賬 我靠 這生意算是徹底做賠了 為啥 因為英法主要是東南亞的殖民地的那個宗主國 對吧 現在英法給揍趴下了 我幹嘛跟中國在這沒完沒了 我衝到東南亞去搶那邊 那邊的資源 尤其是石油又豐富 我現在跟中國人在這搞什麼搞呢 所以天皇這時候都說 哎呀 看來打中國 這事是打錯了 那日本人又不甘心呢 所以就南下了東南亞 那這時候美國人就說話了啊 你看美國人在抗戰前期那個角色特別有意思 先是幫助日本人打中國人 這幫助不是主觀上的啊 是客觀上的 因為日本人有錢 前面我們講 那麼多外匯儲備 買美國人的槍炮 美國人也賣給他呀 等兩年 日本人發現哎 沒錢了 要開始拖欠了 美國人說哦 拖欠 然後你還打東南亞 這事啊 你給錢我都不賣給你了啊 從此對日本人開始禁運 說要不你就退回到1937年7月 就是盧沟橋事變 之前的狀態 要不然我就對你進行禁運 這個禁運 可是非常徹底的啊 從一兩棉花 到一顆鐵釘子 到一滴石油 都不會再賣給你 那日本人就傻缺了呀 你想想看 他當時可是握有全世界第二牛的海軍 但是那個聯合艦隊 要是沒有新的能源 沒有新的美國人賣給他的石油啊 只能運行三個月 這還不是打仗過程中啊 就是平常正常的作戰訓練 只能支持三個月 所以你看 當中國人把日本人拖入這樣的戰略絕境的時候 他就必須幹一件事情 就是跟美國人放手一搏 這就是為什麼1941年 日本人一定要搞珍珠港事變的原因 其實日本人不知道 美國人是不能惹的吧 但是他又能怎麼樣呢 如果把美國人能夠打趴下 逼美國人投降 簽個字啊 太平洋歸我 我還有一線機會 如果這個時候 我讓美國人給我禁運 我所有的軍艦全部趴下 我的所有的槍炮 已經沒有資源再去作戰 那我們的單兵作戰水平 跟中國人那就要拼砍大刀了 那怎麼打中國戰役呢 那你可能會問 那日本人為什麼不幡然悔悟呢 撤回來不就完了嗎 聽美國人的 回到1937年7月以前的狀態 不可能嘛 人家現在也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 是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呀 哦 你們這幫當政的 死了那麼多人 花了那麼多錢 現在要全部還原歸零 那日本老百姓也不答應啊 我多少得耗一把羊毛再走吧 但是問題是 你越耗 你就越泥足身陷 越無法脫身 這就是日本人整個抗日戰爭 包括後來的太平洋戰爭當中的戰略悲劇 我們來看一個場景啊 《大公報》的有一個記者 曾經採訪過一個中國軍隊的那個中層的軍官 說你對中日戰爭到底抱什麼樣的態度啊 他說我們畢生啊 中華民族畢生啊 誒 說那勝利之後 請問你要幹些什麼呢 那個軍官笑了笑說 嗨 勝利我肯定死了 這場戰爭 軍人肯定要死光的 所以你看 這是一個多麼悲壮的場景 但是它折射了中國什麼樣的戰略地位 就是我們肯定能贏 即使我們的軍人死光了 我們都能贏 而反觀日本呢 是你每一場仗都在勝 但是誰都知道 你肯定會輸 所以在珍珠港事變之後 蔣介石連那種私下的偷偷摸摸的跟日本人的談判 都已經停止了 我知道你肯定會輸 蔣介石在最難的時候 在自己洗澡 據蔣偉國後來回憶啊 洗澡的時候痛哭流涕 大聲的一個人在浴室裡喊媽啊 叫媽 所以他已經到了痛苦的邊緣 但他知道我一定能贏嘛 我們今天給大家講這一段歷史 其實是想講什麼 就是講什麼叫戰略啊 日本人我們前面講的那句話 通過一個又一個的戰術勝利 以便讓自己掉進一個巨大的戰略陷阱 那請問什麼是戰略啊 戰略就是一個長期目標 你咬定它不放鬆 並圍繞它配置資源 這叫有戰略能力 那什麼叫戰略低能呢 就是每一步只看得到當下 做各種各樣應激反應 有人批評就沮喪 有人表揚就得意 看見利益就想上 看見困難就想退啊 這種人就叫沒有戰略 在歷史上 不論是國家還是企業還是個人 其實所有的失敗都是戰略失敗 怎樣才能第一時間收聽邏輯思維的音頻節目呢 首先在應用商店中搜索並下載喜馬拉雅的APP 點開APP首頁上方的搜索框 直接搜索邏輯思維 就可以找到我們的節目了 您要是想第一時間聽到我們的新節目 就趕快點一下關注吧 下載優酷APP 關注邏輯思維 多謝各位看官捧場